欢迎来到史人云频道,我是每天分享一个历史小故事的史语,对于秦始皇大家肯定不陌生,秦始皇赢者,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封建皇帝,史称秦始皇,两千年前赢政一统天下,建立大秦帝国,两千年后秦始皇遇,世界七大奇迹并临,传闻有横跨三百丈的地下阴兵,陵中人佑登两千年掌明,地下的山川湖海流躺住百吨水银,镇守秦陵的是火狼之师的,百万亡灵, 今天让我们了解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与传说,究竟是不是真的,德国考古专家究竟发现了什么,秦始皇陵的内部构造究竟如何,有什么黑科技,又埋藏了什么秘密,地宫陪葬又有哪些珍贵国宝,秦陵又如何做到两千年一离不倒,超越时代的地下水区,引领千年的拱炫技术,秦陵到底有没有被盗过,而为什么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,就再也没有动过,秦始皇陵为什么能够与, 世界七大奇迹奇名,对于中国乃之世界历史,又有何意义,秦始皇藏于中国陕西省,西安市以东三十千米,临同区城东五千米处离山北路,野城山源,占地约56.25平方公里,至今有2200年历史,是中国从国至今最大的陵墓, 515米乘485米乘55.05米的巨大风土,而风土之下还有一组高出地面30米的横土建筑,我们所熟知的兵马俑,是秦陵的一部分,秦始皇陵墓于1962年,中国考古队已对其全面勘察, 但实际发现于1974年1月29日,陕西省临同县燕寨乡,西洋村村民在,县秦陵东面1.5公里处打警时,兵马俑被意外发现,1974年7月,国家科考队第一次进驻工地,对已被发现的小部分文物,实行抢救保护,并在陵墓南面挖掘出三个兵马俑坑,这才意识到陵墓地下的结构,十分复杂, 一众秦陵传说开始流传,因为风土距离兵马俑有1.5公里,那么这1.5公里之间便成为人们无限遐想的对象了,房间有传言说兵马俑与地下隧道相连接,也相传地宫不在风土之下,而在旁边的离山深处,每逢一遇天气,地道里旧阴间历轨,组成的阴兵军团,穿梭于通道之间,热闹非凡,还有传说秦陵地下全是水阴,秦始皇躺在水阴之中,而棺木则 飘浮于水阴之上,往返于地道之间,在地宫撞击间中,终生不绝,横贯离山上空,这些传言是不是真的,我们无从考证,不进行挖掘我们无法确认,根据考古结果,在兵马俑坑附近并未发现地道,不过风土之下确实有地宫,至于部分流言一致,中国于2003年对地宫进行探测,探测结果显示地宫,呈九层台阶状,高30米,有木结构和青石结构, 九层台阶的结构,非常符合皇帝的九五之尊的身份,考古结果也高度印证了史料的记载,据汉书甲山传记载,秦始皇陵,下扯三拳,何采金石,也同固其内,欺图其外,披意诸欲,事已翡翠,终成观游,上成山林,近年中国和德国考古学家队,秦始皇陵进行第二次勘探后,在风土附近进行三地三维扫描,分析建立实景后与上述古籍, 记载内容部分吻合,接下来让我们依照古籍,以此分析,下扯三拳,经勘探,考古专家发现,地宫并非平地而起,而是在地下30米起见,采用之前从未使用过的青石地宫,因为离山附近的地下水位很高,避免渗入就成为大问题,所以离山与墨市之间,就有一个三层的绿水层,来自离山的地下水,从沙层下涌上来, 因此称三拳,此外为避免渗水,秦朝工匠在地宫周围,建起后17米的清高泥,在周围覆盖21米的黄土,和彩金石,相比先帝的木质结构地宫,秦始皇的青石地宫算很先进了,其地宫石顶面积左右五六个足球场,古代先进的建筑技术,是光宣技术,用一块块青石斜像上的里支撑起来, 这种技术到西汉才逐渐成熟,建造城市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,此外和彩金石还体现在青石制品上,铠甲坑在八十年代发掘时发现已遭破坏,底部发现有许多大小规律的青石片,据3D技术还原,这些石片不出意外就是,传说中的铜铝石一,此外,关于黄陵内的珠宝和水银,据史记秦始皇本集记载,秦二是担心修灵的工匠泄露机密,便在秦始皇下葬后, 下令禁闭工匠藏者,无付出者,相当于把他们全活埋了,而秦陵的秘密,也一起埋在了地下,关于水银,放水银是不是为了防盗是不确定的,史料中的秦朝对水银的毒性,没有过多认知,但是水银却为黄陵的神秘之处,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,几项灌输,而新中国在八十年代初,对黄陵附近的土壤,进行拱含量测量时,发现了一个面积为1.2万平方米的, 强拱异常区,此区域水银含量异常高,约为风土周边的四倍多,如果按照面积计算,这个区域可能存在一百多吨的水银,但是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年产拱材三吨,两千年前是如何生产如此多的水银? 宋宋氏实货制,古代收集水银的效率极低,即使宋代已经使用了先进的,比秦代高许多倍的,密封蒸馏法,每年上缴朝廷也不过三千余金,所以秦陵肯定是有水银的,但是不会很多,可能就在关国,地宫附近存在水银,关于长明灯,这种操作其实在埃及金字塔也有, 因为墓室里面完全漆黑,不以施工,所以在墓室封闭的时候,挥放一盏灯为死者打光,所谓长明灯,自然是永久不密,史记记载,以人鱼高为主,高,即由之,是秦始皇派人在海上射杀的大鱼,提炼而成的,但是在封闭的地宫里,先不说灯油足不足够,空气也不允许他量两千多年,所以这个说法自然也就不为真了,关于秦陵,自1974年后,秦陵再没有挖掘, 秦始皇陵到现在还未发掘,陕西考古工作者经过近三年的勘察研究,得出秦始皇陵墓保存基本完好,未遭严重破坏和盗掘的结论,那么,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陵墓,何时才能打开呢? 专家们认为,根据目前的条件,许多技术问题尚未解决,开掘秦始皇陵的时机还不成熟,主要困难有如下几点, 一,秦始皇陵规模宏大,灵墓越500米乘500米的正方形,按通常的考古城市,必须大街顶,将封土一层层去掉,再一层层挖向地宫,移土工程的巨大且不说,要保护好地宫,必须要建一座跨度500米一顿,永久性的保护大厅,建这样大跨度的大厅,不要说在国内,就是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,而且费用极为浩大。 另外,千灵地区地下水位相当高,距地16米就建水了,而地宫是在26米以下,开掘时,如没有特大型排水设备,整个地宫必定会被大水淹没,灵温内有大量水银,这些水银形成了浓密的水银密封层,如何通过这密封层也是一个难题。 三,如何解决出土文物的保存,也是一个难题,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勤兵马俑时,就遇到过这一问题,我们熟知的兵马俑,当初在土层打开后,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,发掘过程中发现,有的陶永刚出土时局部,还保留住鲜艳的颜色,有珠红,紫红,粉红,深绿,粉紫,中黄,橘黄,黑,白,折的, 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,颜色出土后15秒就开始变化,4分钟内就开始起桥,剥落,10分钟内完全消失化作白灰,连给他拍一张照片都来不及,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,兵马俑其实都是彩绘,出土后其表面颜色迅速被氧化脱落,从而造成现在这种圆胚色,这是对文物的极大破坏,1956年,郭默若强烈主张,开挖万里皇帝的定灵, 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条件,导致大量文物出土后被氧化而销毁,除了万里皇帝的金罐等物品,都是在树莽内碎成了粉末,还有许多珍贵字画,丝织品和木雕瓷器等,也都因为接触空气的原因而损坏,顷刻之间灰飞阴明,让人心痛,最后,就连万里皇帝的尸体,也被一把火烧了,当时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,结果还是失败了,据说现在的那件龙袍, 只要稍微移动,就有可能变成一堆碎片或粉末,因此定灵发掘也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悲剧事件,教训太惨痛,周恩来得知后,立即通令全国,禁止挖掘任何地灵,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劫难,成为了新中国从此,不再允许发掘帝王灵寝的,一个重要原因,目前还是技术层面的原因,考古的目的是通过, 挖掘的文物研究历史,只有这个前提,保证文物的完好,文物在墓中,隔绝空气上百年上千年,如果说挖出来就损坏了,或者无法用技术将其还好保存,那考古就没有任何意义,还不如让它们继续埋在底下,比较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,了解更多趣味历史,欢迎关注我的频道,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人物,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